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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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的行程你會留在房子嗎 我們一集開設 市長絕對不能離開 週五一整個上午沒有行程 下午韓國瑜 終於來到高雄六歸勘災 被問到週日 會照常去新竹造勢嗎 韓國瑜沒有給正確答案 國防業者苦心經營的民宿 毀了想問市長該如何是好 已經奇怪 聽到大好語特報還是颱風天 我們這邊就不接客了 對於山區的災情 韓國瑜請水利局長協助了解 不只六歸慘 桃園狀況也不好 路已經斷了四天 物資要怎樣運上去 都是問題 這疫情了嗎 800多元 820元 郝大禹衝斷了高雄 往山區的道路 其中又以六歸最為嚴重 尤其以當地觀光 暑假期間人潮本來就不多 現在水上加霜 看看去年底 韓國瑜剛剛當選時 是這樣說的 最棒的它是高雄市的後花園 還有很棒的溫泉 把六歸比喻成高雄的後花園 但八個月過去了 大雨一來 路不通 觀光產業 周邊的配套措施 似乎又再加強 幾個字 到這裡是五十幾個 目前我們有五個去今撤離 撤離大概三千五百六十六位 今天下午美農地區 開始預防性撤離 大概撤離了三百六十幾位 韓市長在選前的時候 曾經雲落要振興 六歸的觀光 但是選後呢 卻一直忙於他的選舉 卻忽略了對六歸的承諾 高雄總共有六個區域 都在土石流的警戒範圍 撤離了三千多人 韓國瑜雖然只是取消 普渡行程到山區勘災 但是當地路段 對觀光造成衝擊 韓國瑜口中的高雄後花園 如何改善 不能只是空談 需要有實際作為 三地新聞高雄綜合報導